古典和唱团唱《饶舌》合作热狗。 歌曲创作发响。 上海彩虹音乐室内和唱团来他演唱,票房售出9成5。 图上海彩虹室内和唱团提供。 2018万0406。 来自上海的上海彩虹音乐室内和唱团,近年接连一歌曲,张氏超你昨天晚上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 感觉身体被掏空,春节自救指满,在网络上创造出超过七千万次的播放数,同时也将以往被视为补典乐的合唱带进了流行的领域。 身为合唱团指挥兼作曲的金城志,在创作上的想法十分开放,2017年与热狗MC Hotdog一起合作歌曲,春节自救指满,精彩演出至今仍然被歌迷们津津乐道。 今、六、日下午记者会上,合唱团现场表演斗剧中夹带哀怨的,张氏超你昨天晚上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以及抒情优雅的,我喜欢,充分展现了合唱可以诙谐,可以正经的多面相。 而问到金城志创作过程,他透露,张氏超你昨天晚上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 这首歌是他个人的真实经历,他玩笑表示要报复他的室友,抒发自己在寒风中等待的心情,另外,我喜欢,这首歌则是他十六岁的时候写的,是他对十六岁的自己告白,节奏可能比较慢一点,你可以跟很多现在几经没有那么常见的敬物说,你好。 上海彩虹音乐室内合唱团指挥金城志,希望能和500合作。 图上海彩虹音乐室内合唱团提供,200118万0406。 2017年彩虹音乐室内合唱团和饶蛇歌手MZ Hotdog合作后,受到热烈的回响,问到金城志还想和哪位台湾艺人合作? 他说,希望可以跟吴白有合作的机会,因为他是很具代表性的台湾艺人,合唱团如果能尝试摇滚的旭风,或是台语歌的合作,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今、六、日晚间,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在音乐厅举办首次来拍演出得意的一天专场音乐会,票房售出九成五。 他们是一群来自各地,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共同点就是对合唱都怀有一份深切的热爱,也因此只要是演绎合唱曲时,他们毫无包袱,可以投身到音乐当中,跟住曲子或唱或电或演或讲。 创新的演出方式,对于合唱界的影响力不容小觑,目前几经有20多个合唱团开始在演唱金城志的作品。 上海彩虹音乐室内合唱团,团员来自各行各业。 图上海彩虹音乐室内合唱团提供,2018万0406。